第九十七集 又到第九十七集 《向左網》的節目時間 已經做了這麼多集 八集就有東西送 有東西送 那時候可能不在香港 我是在巴黎 哇 節目不會贖人數 節目未開始之前 很感謝今天幫我們做手遇的朋友 王小姐 原來她姓王 她也是姓王 好了 一人分演兩個角色 有王小姐 邦尼 好了 今天節目最主要 長毛之前跟她也有少少商量 或者先講少少長毛 上個星期做不到節目 去南行去考察的一些觀察 或者將時間交給長毛 其實在南行很簡單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最低公司已經立了飯 滿城風雨 關於有沒有吃飯中錢 以及應不應該有公時上限 或者叫做標準公時 根據政府的說法 就是在曾蔭權 瓜柴之前 就會做一個研究 所以立法會的人力事務委員會 就去南韓考察 看看南韓在過去這十多年 那個縮減公時的效果是怎樣 其實南韓縮減公時 就是由1998年的金融風暴開始 當時很多企業都不行 要裁人 捱過了那段時間之後 大家就覺得不如減公時 因為減公時就會創造多些職位 這就是工會的立場 而資方的立場 覺得減來幹甚麼 所以搞了很久 韓國政府跟我們一樣 有一個勞資政三方 他們就叫做政 三方的委員會就去談 談了之後 就會向總統 給個建議總統 如果覺得可以就做 其實跟我們基本上都很相似 他們就由48減到44 跟著就減到40 當然中間水份很多 因為標準公時的意思是 應該做44或40就可以了 但因為要爭取資方的同意 他有很多後著 例如你可以申請工人 做到50多小時就可以 申請就可以了 第二就是在削減公時的同事 其實勞方被迫做了很多讓步 譬如以前韓國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假期 我相信香港的女性聽下去 就非常羨慕 全世界女性都非常羨慕 就是有一個驚期假的一天 女性的員工如果有驚期假 就是有新的 另外亦有一天所謂市假 我們稱為帶新假 但這些合法都取消了 一有削減公時之後 原因是甚麼呢 其實資方就是希望省錢 去平衡快 這是此其一 第二就是因為有很多豁免 其實很多的工人 其實最後來低薪的工人 就是當是增加收入 因為你有了標準公時之後 你可能會怎樣呢 就是老闆要給加班費 其實在加班費當我實行的時候 又將加班費的百分比改變了 即是開頭實行的時候 尤其是由44到40 由44到40的時候 就是將加班費的幾個小時 減了1.25% 即是1.5倍 即是1.5倍 各式各式 亦都很多豁免 令到所謂標準公時 實際上變成了工人 可能增加了少許收入 但實際上工時 不是很大縮減 當然對大企業來說 這件事會做得到 因為大企業的工人 是會很嚴格執行標準公時 所以剩下的就是加班費 可能加了 或者可以明正而順地拿不加班費 你整個南韓的考察團發言 其實都會發現到 推人最低工資的政策背後 其實不同國家出現的差異背後 這個南韓是出口國 我們不是出口國 我們現在基本上沒有出口 出口國的時候 它是要跟OECD 即發展國家的經貿組織 如果你是太差的時候 別人會利用這個機會 就是說你那些是血汗產品 令到你輸入難些 當然這個南韓政府 作為一個統治階級的機器的時候 它一定要看大 南韓是一個出口大國 所以它就要跟OECD的其他國家 差不多看齊 所以就會搞了很多門面的事情 令到那個形象好些 這個是其中一個 其實等於韓國一樣 它寧願補貼農民 令到它的農產品不用出口 令到它的工業產品出口 就是這樣 即韓農的問題 就是南韓的政府 開始不補貼農民 而引起的 即是說它長期補貼農民 是令到農產品無需要出口 當然你有你的看法 你同行的議員 其實會否對南韓的經驗 都有一些啟發 其實越問越多 其實中間就是 如果你問勞方、知方 和官方三個意見 都是不同的 大家都說了他所說的部分 這是第一 第二 我覺得南韓基本上 是一個性別歧視的國家 我見到很少女人發言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為何會選擇南韓 因為太近了 即是它由四十 它由四十八到四十四 用了十幾年 由四十到四十 它用了大約十年 就已經搞定了 所謂搞定了 當然 因為香港最低工資 其實亦都關乎到 比薪水的制度 因為香港就是時薪 但南韓那邊其實 其實不是時薪 只是一個月薪 只不過用一個公時 把薪金砌成月薪 但這個為何 香港用 只是計時薪 我都八字不得其解 其實有兩個 即是時薪和月薪 或者周薪 即是比例 當然是因為脂肪壓力 即是要用時薪 即是股壓力 即是二十八元 我告訴大家 南韓十年前是十五元 最低工資 現在是三十一元 最低工資 你講完 好 所以你會見到二十八元 在現在百物行貴 通脹不斷上升的情況下 究竟是夠不夠 好了 南韓分享到這裏 今集最主要的內容 大家都會留意到 就是 逛煙兩個禮拜 大家的焦點都留意到 就是 內地溫州 即是 我們稱為動車 那一個慘劇事故 其實中間有很多 不同形式的觀察 無論你講到 香港傳媒 內地傳媒本身 報導的形式的比較 反而內地傳媒 在報導的過程中 經常踩線 但香港傳媒 有時更保守過國內 另一件事 其實我們見到 就是 究竟 我們幾年前 或者我們早陣子 不斷對於興建高鐵 提出一些反對意見 那溫州這宗動車 即是慘劇之後 究竟香港應不應該繼續 起高鐵 其實是一個爭議 這兩天又爆了另一件事 就是 其實 香港有人提出 就是 泛徐麗泰作為人大代表 為何你 一會兒 其實長毛都有很詳細分析 當然 其實我們會說 國內 無論抗災 或者這些意外 如果你從一個懶惰的角度 其實都屢見不鮮 但為何今次溫州動車 或叫做高鐵意外 即是這麼大的爭議 或受到這麼大的關注 其實很簡單 高鐵是現在中國的一個所謂國賊性的產業部門 即是它要做一個高鐵大國 透過搞高鐵提升國力的競爭 即是美國人都給了一頂高鐵大 就說 中國的高鐵很厲害 比我們很多 我們要急起直追 鐵路這件事 首先大家要明白 即是中國是一個 以前號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 這個鐵路自然是由國家去管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運輸部門 即是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第二產業部門 由於歷史的因素 鐵路部其實就是國中之國 它因為解放初期要復收鐵路 和擴展鐵路去令到成本減低 或者將人流運 所以它是用鐵道建設兵團 即是它用軍事方法去做鐵路 形成了獨立王國 其實它是軍事單位 即是等於新疆的建設兵團 即是國中之國 即是變相已經是一個軍事單位 其實大家都聽過有火車頭這件事 火車頭就是鐵道部 例如它有對球 或者它投票時都有份的 叫火車頭 兵有分一部份 以前人大投票也有解放軍 這當然是一個很特殊的制度 即是軍隊本身身為一個很特殊的部門 它是有獨特的社會角色和權力 也跟中共中央所謂的軍權一樣 中共中央的軍委會主席其實是凌駕於其他機構 老毛就是長期做軍委會主席 而大家都知道當江澤民交權 交了之後仍是做軍委會主席 胡錦濤做了主席都未坐正 江澤民真是交了軍權出來 即是說軍委會主席不做了 由胡錦濤去做之後 董建華才腳痛 先前都不用腳痛 因為董是江的人 大家都明白 所以鐵道成治成一國 本身已經享受很多特權 但隨著資本主義在大陸運行 它不單是一個特殊利益的集團 而是它要變成賺錢的集團 所以大量投資在鐵路 固然是有國泰的考慮 亦都有他們迷信所謂一小時生活圈 即是擴充內地的消費 將那些城市變成一個消費的城市 但鐵道布是發財的 其實很簡單 高鐵的投入會令它的資產大增 因為國家給錢 即是說通過中國人民銀行的借貸 它是鐵道布大量借錢去起高鐵 結果是甚麼呢 我們看到第一它的資產大增 換言之就是將來局部 將那些資產股票化的時候 它有很多優質的資產 即是說它的產值是非常高 當然它利潤率不高 因為鐵道布賺幾千萬 但是整個國家賺幾千萬 但每個月不停借錢 其實資不抵 某程度說是有赤字的 即是如果利用債和收益來比 很明顯是有不夫知的 它即是比息都比好 但問題是說你要明白 當這些高鐵起了之後 不單是鐵道布擁有的資產 產值即價值大增 第二它多了香港 在鐵道周邊的地區 就變成了地產項目 透過蓋鐵道就將大量的土地 給了鐵道布 鐵道布又找財源去發展 這其實是香港的地鐵模式 所以是非常大的生意 所以高鐵之所以 又在香港 在大陸如有春筍 就是從這樣的角度去出發 就是鐵道布趁機去鏈財 或者是為他們將來上市 以整齊盤數去做 其實中國的很多東西 都已經是股票化或者私有化了 只有公交系統不行 因為質素太差 營利能力太差 所以鐵道布起高鐵 當然是一條絕世好招 你只要從這個角度去出發 你才明白到為何要興建高鐵 香港人傻傻傻傻 走去跟人家便愚蠢 當然我們的模式其實都是這樣 起鐵路就是拿地鐵 給地鐵 地鐵現在已經是私有化的公司 就是等一些錢拿到私有財團 他拿了土地和發展權 去跟財團合作 即是透過地鐵這間 超級無敵壟斷公司 就可以建立平台和地產商 去拿土地發展物業或者商下 這個高鐵模式在香港都是一樣 他定在西九 為何定在西九 原因是在西九旁邊 西九的人在吵圈巴閉 就說不准發展物業 其實是多餘的 因為你不准他起得 地息比率不准他高 但他那些貨是期貨可居 其實他一樣賺錢 現在將高鐵站在西鐵旁邊 電成一片由地鐵 由港鐵一間公司擁有土地 然後再找財團發展 當然是一個合法的利益輸送 大家要考慮 其實高鐵忽忽揚揚 第二高鐵的發展在香港 因為初陀歲月 因為董建華想不清楚怎樣去發展 那時我們經濟低迷的時候 沒有太多人想投資 所以延遲了 變成我們跟別人接不到軌 因為大陸都傻了 他已經用了另一種路軌 所以我們就要用690億 去建一條鐵路 走到深圳 那些人下車再去搭別人的高鐵 這是完全匪而所思的事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用690億 就是為地產商賺錢 以及為經營高鐵的所有人賺錢 除了剛才提到很詳盡 關於高鐵背後的一種 無論是鐵路部、政府部門 甚至由鐵路項目變成地產項目 背後跟地產商各方面的一些利益輸送的關係 當然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我們理解到所謂的交通 運算系統不僅是一個所謂的 基本設施 甚至我們會說 甚至成為一個很重要地產項目的一個焦點 當然其實除了我們說到高鐵本身的政治經濟價值 甚至是重要性 其實是令鐵路部本身成為獨立王國之外 鐵路部本身是獨立王國之外 在建國之後就是這樣 所以你搞它 它第一個軍方就頂住你 因為你要明白鐵道建設兵團是半軍事組織 他們打仗的時候已經是兄弟 你現在幾十年的經營更是同志家兄弟 其實我實說你搞它只是搞軍方 搞軍方即是搞老軍頭 所以鐵道部一直都是亂了 我舉個例子 丁關根在外面調進去做鐵道部 因為它背著鑊 五班五點撞車撞死人 丁關根都要下台 因為太大鑊了 全國被你搞亂了 但丁關根是不降而反升的 鐵道部不做就是做中宣部部長 但問題是你看到丁關根身為鄧小平的身寵 它是鄧小平的牌友 很會拍馬屁 都插不入的 它都不會理你 你看民航處審逃 只不過是撞機 這樣就要下台 你聽我鐵道部要下台 所以它是一個很特殊的部門 只不過這個是一個半軍事 是一個國防工業 以至到支援第一二線工業的團體 現在在資本主義大樓下 它都有一個質辨 就是那些有權的人 現在想利用鐵路去發財 所以我們會說 鐵路部本身不單止有一個政治特權 甚至我們會說 其實都是社會上一個既得利益者 透過發展鐵路、高鐵 或是和地產商一起發展 高鐵本身有很多錢 為甚麼呢 你在研發所謂中國製造的高鐵設備 以至到引入別人的高鐵設備 都是發達的東西 高鐵現在都有很多醜聞 就是你買回來的東西 你自己改一改 又說自己發明的 即是政治春藥去撞羊 沒有辦法 人家叫你 300公里頂峰 你應該開到350不成功 他又要開到350 發了一則新聞 就是中國終於運行了一個 全世界最高速的高鐵 其實是匪夷所思的 避雷針在哪裏呢 因為在鐵路越時有避雷針 所以雷劈的機會很小 即是說可能連避雷針沒有做 那麼高科技的避雷針都不做 很奇怪 第二就是即使避雷針沒有打了之後 大部份的鐵路系統 都是立即會有一個回輸 就是立即要慢車或停車 它沒有 那麼高科技的東西 竟然連這些最基本的東西 都做不到 最基本的安全措施都沒有 那你真是浪費錢 甚至我們會說其實 剛才我們都說過 當所謂中國高鐵的技術 其實源自於很多國家 特別是日本 但是為何一些外國的技術 來到中國變得側 甚至成城今次慘 究竟是外國的技術不行 還是我們將它搞頭後面 結果搞得不知所謂移出意外 等等 實際上你的雷劈鐵路 因為你一定在做避雷針 其實你香港沒有避雷針 例如西鐵有避雷針 現在我看一張報紙說 西鐵等雷劈 就是因為那些避雷針被人偷了 所以你運行鐵路的時候 你一定要檢查避雷針 等於我們現在這些大廈 不是已經來自避雷針 我們真的會劈死 就這麼簡單 剛才講到就是關於鐵路部 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這件事發生之後 大家都會見到其實 國內的媒體 都很大膽地去到報道 甚至是批評相關部門各方面 處理各樣的失當 你自己觀察就是 今次內地媒體這麼大膽 事實上是太離譜 大陸媒體一向都有打拆邊球 即是說有機會可成就會做多些事 其實你觀察很奇怪 第一就是溫家寶說自己病 其實他在盤算到底是怎樣 很遲去 周永康本身作為負責鐵路保安的人 他又沒有出現 只有張德光在這裏搞一下 講兩講 而浙江省省上都沒有講 其實這就是燙手山會 大家都不想為鐵路部去揹禁 是吧 所以你會看到 現在的問題就是在於鐵路部作為這一塊 就是國中之國會否被人練軍拔棄 我們看就不是了 因為我講很簡單說 溫家寶盤算了這麼久 下去講了一班做了影帝之後 他前腳一走後腳都未來 已經是翻盤 因為第一就是溫家寶去了之後 賠償金提高了由50萬到91萬 而這一個鐵道部和溫州有關部門 亦都說如果九一萬你不要 就早晚了 即是你在溫州 繼續那些衣食住行 我不會跟你解決 我亦都不會再跟你談 即是刮夥伴 溫家寶盤講來講 你要為人民 那些財物其實是對親人的思念 說了一堆事情 即是說來講去 如果溫總跟你講 就給你多41萬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亦都安排了新華社 做了一個非常長篇訪問 鐵道部的負責人 鐵道部講的基本上就是翻盤 即是說我不是擁住車 只不過要那些人進來救 的時候 我要把車放在坑那裡 其實意思是暗風 就是張家寶你說甚麼 其實你都不知道真相 即是說溫家寶對鐵道部的批評是無效 你可以看到整個問題 就是那個鬥爭 即是大陸不同派系官僚的鬥爭 都非常之嚴重 又或者最大問題 剛才長毛講到就是 溫家寶你一向都不本開這飯 你突然間有一隻腳下來 你走到之後 就馬上插你 或者其實做一些相關的節目 然後中宣部 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只有三個部 中宣部、中組部和中聯部 中聯部是對外的 就是搞特空、統戰 中組部是搞組織的 中宣部是搞宣傳的 這三個部 中宣部安排新華社訪問鐵道部 其實就是刮他一包 然後就說大家不要再報導 其實就是一錘定音 就是以新華社訪問做事實的基本框架 因為你一訪問後就說不准再報導 很簡單 溫家寶顯然被人兜了 又踢了一腳 所以可能大家都覺得 不要再做戲了 我也不會太太 還有一件事就是 究竟胡錦濤 這麼久整件事都沒有出聲 究竟發生甚麼事 胡錦濤當然不會踩這個山會 因為其實鐵道部是 國中之國都是跟軍方的關係非常密切 所以如果你搞他的時候 你會得罪軍方的特兜 因為他軍方就是鐵道部背後的撐腰的人 所以胡錦濤都不想得罪他 你看到雞飛狗走 你可以說由得他 等鐵道部自己解話 亦都可以說 跟另一角度說 就是不想踩他 還有浙江省省委書記沒有去 張德國去一去 然後應該負責任的其他人都沒有去 所以我們大家都看到 其實一宗所謂鐵道意外背後 其實都涉及到中共內部 我想當然派遞是其中一個角度 但其實有一些 譬如鐵路部本身有這麼大的後台 這麼大的影響力 還涉及到這麼大的一個既得利益集團 就算你說作為這個中共最高領導人 似乎為了要顧全大局都不敢碰他 其實除了剛才提到一些所謂高層的權力 相關的一些反應之外 我想其實整個故事背後最重要的是 究竟當地人民民眾的反應 其實都有一些報道說到 其實當意外發生之後 反而可能仍然在新 或仍然醒過的人 立即通知溫州的親戚朋友 然後溫州自己的人 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派人去 其實你坐得高鐵 就不會是沒有錢的人 所以現在的賠償本身 多少其實就未必是 好像普通的火車災難那樣 那些人很核錢 當然錢就沒有人嫌多 你給多幾十萬他都照當 所以你看到就是那班 撫主 即那班死者的家屬很生氣 他們給一個公道、給一個說法 是吧 那你現在給不到 問題就是 幾大疑點就是 為何是否真是雷劈 如果是雷劈 為何會雷劈 如果雷劈了之後 果然是雷劈的話 為何你的訊號 不能夠制止後來的車 這真是完全是一個 可以追究的問題 然後你為何要這麼快 掩埋車廂呢 你便要看屍滅跡 這個顯然是 現在整個追問的焦點 亦都是爭論的焦點 你剛才說到就是 第一件事 甚至有人會覺得 究竟是否雷劈 是作為整個意外的關鍵因素 還是本身其實 車本身在操作 或者遇到事故的時候 或者再雷劈 你要解釋為何沒有被雷劈 為何有被雷劈 是否被人偷了 還是你覺得不用要 為何你沒有檢查到 到底被雷劈被人偷的情況 是否嚴重 你有那個檔案 譬如你說被雷劈 日常被人偷 你當然要加強 或者令到他難偷些 是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究竟整個意外發生之後 究竟是掩飾事件為先 還是救人為先 因為之後報道說到 其實花了很短時間 第二天整個高鐵 就如常操作 然後好像當沒事發生過 很多人都會懷疑 既然發生過那麼大意外 就算你停高鐵 都好 你應該以救人為先 但反而最重要的是 要復行高鐵為先 而將救人的重要性 放到最後之餘 甚至剛才長毛講過 就是將高鐵的殘骸 是即刻埋了去 而沒有盡力去做一些搶救的工作 很簡單 其實360的時候 我都已經問過 那個360那個當局 即是紀念工程署和三學齡 我說他掉下來之後 他立即移位 即是他那個三學齡掉下來之後 他立即移位 即是拆了去拿走 阿哥你現場 你不是保留我第一現場來研究嗎 你拿回去怎樣研究 或是你找外品 這個很簡單 如果有災難的時候 當然是第一現場的所有 有相關的物證、人證 都要保留 即是你要採證的就是運人 以及你現場的環境之下 所能夠採納的物證 現在你完全違反了 當然其實我想意外發生之後 大家都很留意 剛才都說到很多關於 中共內部不同權力架構 甚至高層領導的反應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其實在香港媒體內 當然那個報道 其實那幾天都已經低調了 或者其實都沒有跟進 但是這一兩天 有人都提出 香港人代代表 阿范曹麗泰 你作為人代代表 你都應該本著一個良心 去到提出 在一個適當上提出 中央應該撤起這件事 但見到今天阿范太的反應回應 大家都會掉了眼睛 有看嗎 我以為他不回應 他就說關我事嗎 當然是 我覺得人比人比死人 在高鐵事件發生幾天後 首先在北京有一位法學教書人 學者說應該啟動一個獨立調查機制 獨立調查機制 就要找人大常委去聯署發動 他就說了 其實香港的人大常委可以起牽頭作用 然後在香港有一位 在中文大學教法學的寧兵 寧兵這位學者 也都不約而同地說 其實阿范曹麗泰可以做些事 他就說你聾了 然後我回來 星期五又講 星期六又講 星期日又講 已經講了幾天了 已經講了幾天了 傳媒見到我都覺得我口臭 但傳媒又沒有用 傳媒為了保護范婦人的貞節 不惜去歪曲公義 事實上 到底寧兵說得對嗎 范全禮說得對嗎 有公論的 你是人大常委 你是人大常委 就是由香港人選出來 我不管那些香港人是甚麼人 你自稱都是人大代表 而且亦都被人提拔做人大常委 你就要反映香港人一般的價值 香港人都認為應該準個獨立調查團 你就要發起 你講甚麼春 當然范太反應我覺得不意外 但如果你說作為范太 范太當年都是這樣 我說下半期他就趕我出去 很公道 然後我上四川 四川不讓我去 他初頭都覺得有點生氣 然後又和希麗 很簡單 所以長毛剛才說到 他和范太之間的一些經歷 大家都猜到 就是遇到一些 那麼燙手三活的事情 究竟范太有甚麼政治勇氣去面對 如果你說將來選做特首的話 究竟香港會是怎樣 大家都心想有數 范太經常教訓香港人要認識國家 認識國情 這還不是國情 這就是查清國情 為何會搞成這樣 你別口罵罵罵罵 你平時認識國情 現在香港人關心國情 知道你其實好像不妥要查 你本身是香港人大代表 都貴為人大常委 你是香港人大代表 才可以貴為人大常委 那你是不是應該反映香港人的價值 你不要說對不對 你可以說為香港人不對 不過沒有辦法 我是人大 我要反映香港人的意見 你凡事要搞甚麼 他平時說甚麼了解國情 你全部都摸了嘴 人大政協那班人 葉國謙又在說 現在在查 是說甚麼 是玩樂才是國情 這是甚麼過程 世事都把我看透了 你當日要搞高鐵的時候 說高鐵天上有地下無 對於這裏其實對於當年 或者這兩年支持起高鐵的所謂朋友 或者一些保養黨為黨 其實都掩蓋了一大巴 當然大家反正都覺得高鐵669億都過了 或者是門天過海 或者是都過了骨 或者是你起了將來 死人塌樓都不關事 香港高鐵都沒有解決問題 一地兩檢的問題都沒有解決 我同學不可以問他 你怎樣去一地兩檢 換言之 如果你不去一地兩檢 就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我乘車上深圳 因為你不可以在香港檢 亦不可以在香港拘捕我 亦不可以在香港阻止我 我乘車上深圳 所以你一定在深圳落地檢 落地檢的時候 你省了十分鐘又要檢 你怎會坐高鐵 你不會坐高鐵上去駁別人的高鐵 我們先不要說安全 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問題 第一 第二 我們不起高鐵 就不會引誘香港人搭高鐵 你引誘香港人搭高鐵 說全國高鐵一條龍 大陸的高鐵出現了問題 你應不應該去追究一下 最少你無權去追究 你也要搞清楚它 你犯罪來大做這件事 當然不能夠懲處別人 你哪位 我已經沒有提過一件事 當然今次這麼大單身 這麼多人死亡的國人 他掩蓋也掩蓋不到 但是我已經沒有算到 究竟高鐵在之前 有沒有出過什麼意外 或者有什麼大件事 其實是沒有公佈出來 沒有報道到 如果你說 計算一些收生納賣不說出來的 一些高鐵意外 那可能高鐵 是不是我們所說 那麼快速 那麼有效率那麼安全 其實可能只不過 就是內地的一貫 那種政治宣傳的效果 這個所謂的連金術 就是中金術 很簡單這樣說 高鐵是很難賺錢的 這個很清楚的例子 即是說高鐵會賺錢 就是愚蠢的 你說我們付出這麼多錢 高鐵令到人流物流快些 問題是你如果不賺錢的話 就是少人用 那就浪費錢 很簡單 這個第一 第二就是因為你一波方向高鐵的時候 亦都是有指標越起得發越好 當然是會出現這個問題 即是說 這個 講天下無敵做 無心無力 即是說安全的問題 你覺得我一定要繼續運行到高鐵 才表示到我們一貫正確 即是沒有辦法 是的 其實整間講高鐵 有一個人 我們好像放了去 就是鄭宇華 當年說起高鐵 即是撐起一個 不要叫人八婆 撐起一個不知甚麼款 然後形樂上 現在出了市 就潛水不知去了哪裡 很簡單 現在六百多億起高鐵 其實就了兩項 第一就是 有些人沒甚麼所謂 給多錢 乘高鐵上去開口眼界 自己打高鐵 第二就是 地產商有機可乘 第三就是 跟做高鐵的人 都會有機會發財 即是過水濕腳 你投資那麼多 你只買那些 即是硬件 好像高鐵 到鋪路軌 順路燈 以至到車廂 全部都會有機會賺些錢 當然高鐵作為一種不單是經濟項目 甚至在背後的政治經濟關係 那種利益的瓜葛 我想是一個 這十多年大家可以關注的一個 即是這幾年大家關注的一個 其實高鐵沒有甚麼特別的 即是看你用甚麼系統 美國就完全放棄鐵路 所以美國的鐵路虧本兼服務差 因為它是用motoway 即highway來聯繫 而日本就用了國鐵 即所謂 所以其實沒有甚麼特別的驚喜 即是大陸自己自我陶醉 即是你說 到底一個國家用鐵路為先 或用公路為先 用了鐵路為先 你便會有高鐵 不過我會覺得 即是說 即是說到 無論是用不同的方法 去貫穿整個國家或地方的一個交通網絡系統 最重要的是 如果那些網絡背後 其實是成為一種賺錢 或是撞大自己勢力 或是甚至是一種兼財的一個平台 這個反而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等於說到究竟你是一個所謂的交通 一個鐵路項目還是一個地產項目 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曾言建一個鐵路 希望你將來的樓賣貴些 賣高級多些人住或者甚至賣高些價 很明顯其實鐵路本身已經成為了一個工具 將樓價和地賣貴了 是 結果就是我們花了很多錢去起大白象 但我相信以香港人現在很多試賄的心態 就是無所謂 整條東西玩一下 以為不用他自己付錢 但如果你說將來六百多億 其實香港人都要付錢 我不知道當年贊成在高鐵那班人究竟何時 當然他們會否後悔我沒有興趣關心 但我想其實由整個事件 引伸來一連串政治方面的風波衝突衝擊 我想其實對我而言只不過是一個聚望的開始 將來發生甚麼事 會否因為這一個高鐵事故或者叫動車事故 而導致連串政治風波 大家放在雙下慢慢看 說來講去就是對於鐵路、交通運輸、能源、房屋 這些作為人民衣食住行必須的 到底是應該成為商品 或是在某個程度上是作為一種必須品 這當然是一個不同的哲學 如果你左派來說 就覺得這些東西應該一定是由這個國家 透過向有錢人拿錢來扮 作為一個整個社會的補貼 即是說令你會有一個念而有效的服務 所以我們會說其實今天的節目 希望透過這個溫州動車慘劇 能夠讓大家知道 究竟對國內政治有多一層了解 或者我們看到香港一些親建制制下的嘴唸 究竟是怎樣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